9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城堡去世 享年96岁 依照现行的英国郡主继承顺序 现年74岁的王储查尔斯王子将继任为英国国王 伊丽莎白二世的一生见证了将近百年的英国史变迁 今年是她登基70周年 也是史上首位迎接白金喜的君王 更是罕见始终拥有英国民众高支持度 评价极高的君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表示哀悼 她向女王的遗属 英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广大的英联邦国家表示诚挚的慰问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9月8日在卡托研究所举办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讲话时表示 美联储抗通胀不达目标不罢休 美联储正在迅速提高利率以遏制40年来最热的通胀 他们下次会议将于9月20日至21日举行 鲍威尔保留了在此加息75个基点或改为加息50个基点的选择 表示最终决定取决于经济数据的总体情况 美联储已经在6月和7月连续两次加息75个基点 官方将在下周二公布8月消费者价格数据 美国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第三周攀升 30年期贷款的平均利率从上周的5.66%升至5.89% 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最近借贷成本犹如过山车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利率上升了近一个百分点 利率上升使潜在买家望而却步 影响了包括纽约在内的房地产市场 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因市场需要继续应对美联储可能的激进加息 抵押贷款利率再度上升 据洛杉矶时报9月7日的报道 在加州议员通过 只在减少塑料垃圾的全面立法两个月后 现在又通过6项新提案 将进一步减少和清理加州更多的塑料垃圾 其中一项备受瞩目的提案 将影响超市农产品区和散装区的塑料袋 从2025年开始 这种袋子将必须是可重复使用 可回收或可堆肥的 另一项提案则着重在热成型塑料容器 包括塑料托盘 塑料杯子和盖子等 这些物品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再生塑料 到2025年时 这一比例为10% 2023年则需要达到30% 如果不能达到这些目标 使用塑料包装的公司将不得不根据差额支付年度罚款 其他提案关注的是电池、电子产品、葡萄酒和烈酒瓶产生的废物 一些荧光灯和露营常用的一次性饼玩罐等 9月8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消息 加拿大飞沙研究所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2年度报告中 再次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香港特别行政区对此表示欢迎 并表示香港一直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 提高市场效率及配套 让经济有着更好的灵活度和韧性 发挥自由市场的优势 自报告开始发布以来 香港一直位列全球第一 在2022年度报告的五个评估大项中 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及监管继续排列首位